气候变化 森林破坏现象在世界各国频发 为了让本地公众更好的了解和保护自然 比海湾花园云雾林即日起 开放两个新的展览 让国人更贴近亚马逊热带雨林 以及体验树木的生命历程 来看记者傅小雨的报道 云雾林首次展出50种 生长在亚马逊热带雨林的胡姬花 让公众近距离欣赏 这些原本生长在雨林树干高处的花朵 这个天鹅兰其实你看到它的花形 好像一只只垂颈天鹅 所以其实它排列下来 其实是很漂亮的一株花 还有就是赤狐兰 它是以狐狸的颜色为命名 带有一个很浓的一些香味 在普通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它们 滨海湾花园希望公众认识到 雨林丰富的物种资源 以及它们的脆弱 此外 这套虚拟实境装备 让体验者变身为雨林树木 通过嗅觉 视觉 触觉 体验破土而出 长成参天大树 最终被人类破坏 三个月的展期预计将吸引 一万三千多名公众参与 新传媒新闻记者傅小宇报道 帖子 中文字幕公众参与